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 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那我来继续帮你介绍 这个FM模式 在Android上面的应用 好,那我们现在来针对 上一个回合我们介绍的 这一个四人帮的FM模式 那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 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样的图形 原来的这个图形呢 在这里是一个类 这个类呢,叫Cline 把开 那里头呢,有一个叫做Unoperation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叫Temporary的函数 它来调用一个这个Factor 调用一个这个FactorMessor 所以它再来往下调用 OK 那在这里就是说 那在这里就是说 当这一个Unoperation 把它删除了 把它删除掉 那这个Cline呢 就只剩下 这一个FactorMessor函数 因此呢 它就变成一个单纯的抽象函数 一个 只存在一个抽象函数而已 没有Unoperation 这个G像 G像的函数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Client类 就变成这个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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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Client的 这个类 的每个函数 都是抽象的 那就变成圆圈 变成接口了 所以这边在说明了 所谓延伸的意思就是 这个Client可以 退化掉 退化变成这个接口 就是在我们原来的 这个是有一个 这叫Creator 这一个 后来 原来是Client 后来就变Creator 就是在 这刚offer里头 就叫Creator 然后呢 这个叫做 Concrete的Creator 后来就变成 叫做Creator 原来 是Client Creator OK 所以在这个 图里头的Creator 跟Concrete Creator 这个副子类别 指的就是这一个 就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副子类别呢 含有一个叫做 Fract-Messor 的Pattern 就是基于这个Fract-Messor Pattern 我们来基于混散 就是把这个部分把它 退化掉 就是 如果 在这个图里头呢 在这个抽象类里头 没有这个 把它删除了 把这个删除了 只留下了 Fract-Messor 这个抽象函数 这时候Creator呢 就变成一个 叫做 纯粹抽象类 在西加加呢 在西加加 就特别称为 Pure Aptured Class 因为西加加 没有接口 没有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 所以就取缘 叫做 Pure Aptured Class 那到了Java的时候呢 就 有了一个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 这个Keyword 所以 就变成 叫做 Interface 那就用 一个圆圈来表示 就用一个圆圈来表示 所以 看到这个JCO 这个圆圈 表示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类 但是 它的 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函数 虽然 这个 副类 Creator 已经变成 退化成这个 这个类 已经退化成这个 JCO了 但是 它的 Fract-Messor 的函数 还是存在的 它 还是由 类 来实现 由这里来实现 然后 还是负责 这个New 这一边的 类的对象 还是负责 创建 Concrete Product 的对象 好 那这个Fract-Messor Pattern 还是存在哪里 只是形式上 有一点改变而已 变化而已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好 这个Product 没有变 Product里头 还是一个Temperate Messor 它还是调用Hook Messor 在调用抽象的 好 再调用到 子类的 这个 啊 Fract-Messor 差别差在这里 这一个 Creator呢 里头只剩下一个 Fract-Messor 而且是抽象的 所以就改成 叫做Interface 啊 叫这一口 这个Keyword OK 好 那这个Client呢 就 来Implement 来实现 这个接口 因为这个接口 里头定义一个 函数 抽象函数 叫Fract-Messor 所以这里就要写 来实现 写它的实现代码 写它的实现代码 OK 所以 这里就来New 这一个 Product的 类咯 你看这里就是New 就是 就是由它 由它 由这个 Messor 来New 这一个Concrete Product 那在这里就是 Integer Number OK 在这里就是Integer Number Etened Product OK 所以在这个Concrete Client 这个地方 就Create 这个地方 就负责来New Integer Number OK 好 那在这个Main Function 这个地方 New一个 Concrete Client 得到一个这个接口 再来调用它的Fract-Messor 就对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 来 啊 帮你复习一下 Java的这个Interface的概念 刚刚有说明了 其实 接口 就是一种类 一种特殊的类 一种退化型的类 好 就是 在西加加 叫做 纯粹抽象类 也就是这个类 里头呢 的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这叫 纯粹抽象类 好 那在Java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类 里头都是 抽象函数 那么 它就是一种 纯粹抽象类 只是 在Java 就不再起这个名字了 Java就直接 以Interface 来称呼它 OK 所以呢 就像这个 所谓纯粹抽象类 就是在类里头呢 每一个函数 都是抽象的函数 这种函数 这种函数是空的 只有定义而已 没有始作的代码 就像这一个 这个类呢 是一个类 但是两个函数 都是抽象的 表示这里头 都没有代码 都没有代码 代码都是 实现在这里 实现在这里 OK 实现在类 那这一个叫做 纯粹抽象类 这一个 也就是 JACO 所以这个Graphy呢 就是一个 纯粹抽象类 它里头 只有函数的定义 而没有 这个 实现的代码 所以它就是 一种JACO 一种JACO OK 因此呢 上面这个图呢 我们就可以 改成用 这一个 JACO的圆圈 来表示它 那这个还是用类 OK 那这一个 叫做implement 叫做实现 叫做implement OK 实现 所以 而上市的 上面这个图呢 这个就是一个JACO 这个JACO呢 就是纯粹抽象类的 一种化身 OK 那这纯粹抽象类 含有不变的部分 就是 所有不变的部分 就是 函数的名称 函数的 参数 函数的维传值 OK 所以 在这个框架里头呢 常常定义 各式各样的JACO 例如呢 你常用的 OnItem QuickListion Service Hold里头的CoreMaker 等等的 好 那这个就是 它的实现代码 都是可变的 但是 函数的名称 还有 参数 维传值 都是不变的 所以就把这些接口 都定义在 这个 定义在 这个 定义在框架里头 OK 好 那我们就 接下来继续 好 这又帮你介绍 这个Android的 框架里头 这个 FM模式咯 那 这个逐渐你就 心中有 模式 有没有 心怀模式 心自美 心自美 就是说 心中有模式 来看Android的 框架 你在心中 自然就 产生了 美感 OK 好 所以 不是Android 框架 本身有 美感 而是因为 你心中 有 模式 所以 这个 你就 在心中 就会觉得 框架 是很美的 OK 所以 心中 有美 当你心中 有美 万物 皆自美 好 当你心中 有这个模式 所以 你就会 美感 油然而生 好 然后呢 对应到 这个万物 所以万物 皆自美 所有的 万物呢 都是 在你的 感觉上 都是 美感 就生出 来的 其实呢 无论心自美 还是皆自美 其实 都是 你的心中 在你心中 所产生的 美感 好 而不是万物 有美感 对不对 那是 不管万物 本质上 丑不 丑还是美 在你心中 皆自美 OK 所以 心中 有美 万物 在你心中 皆自美 心怀 摩世 你的心中 自然 有美 OK 所以叫做 心怀摩世 心自美 心中 有美 万物 在你心中 皆自美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Android呢 处处可见 这个 FactMase 的模式 那 FactMase 的模式呢 其实 它就是一个 FOOC函数 OK 所构成的 例如呢 这个在 Activity Service 等等的 就是要抽象类 都有一个 on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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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呢 就是 告诉你 啊 这个函数里头呢 你有很重要的任务 要来 new something 啊 要来new 这个 something 好 在这个起始的阶段 你要把一些 new 好 那这样的任务 就是 FactMase 的 函数 所以大家都知道 啊 这一个 我们 设计一个GraphView 啊 就是 我们写一个 G类 这G类 本来就是 Android的 View 我们来 写一个 子类 这是Ap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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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类 叫做 GraphView OK 那 这里头 有一个on桌 其实这里头 有一个桌 这个桌呢 call 复可函数 叫做on桌 所以这里头 会on桌 好 所以在View里头 有一个 这个叫Temperate 的Message 所以在View跟GraphView 这本身 已经是一个叫做Tem模式了 这我们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个Tem模式呢 左扣on桌 on桌 on桌 扣子类的on桌 OK 就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所以看到on桌 想到呢 这个左扣on桌 它再往下扣 所以看到on桌的想到Tem模式 心中有美 万物极致美 OK 好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Activity 这里是一个 这是Activity 这是指类 所以里头一个onCREATE 好 这个是 一个复可函数 但是在这里 它有一个任务 要来创建GraphView 有没有 在这里 好 所以呢 刚刚这个 继续这个图 刚刚已经有一个View GraphView 在这边 有一个Activity 对不对 有一个Activity 在这边 在这边 然后这个 有一个 AC01 这里有一个onCREATE 函数 它要来New它 有没有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 负责 来创建 这边的 对象的 所以这一边 本身就是一个Factor Messor Pattern 这个是属于Product 这个叫Factor 所以整个 构成一个FM模式 整个构成一个FM模式 整个构成一个FM模式 所以 它担任了创建 这个View 这一边的 之类的任务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 典型的 WetMessor 工厂的 函数 OK 所以在 Activity 的抽象类 就使用的 FM模式 这个 onCREATE 来New GraphView 它 所以它负责的 就是创建 这个的对象 所以它负责创建的 GraphView的 类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 它很典型的 就是一个 FactorMessor 的一个角色 OK 那因为 这个是属于APP的 每一个用户 对这个名称都不一样 所以把它放在 这个AC01 之类里头 这是合理的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这一个 幻例 这个幻例呢 虽然比较不明显 但是 你要来 看它的 角色 这个 SurfaceView呢 当 这一个画布 Surface 被创建了 创建的时候 它会 透过这个 Callback的 接口 来 调用 这一个 Surface Created 好 那这个 Surface Created的 这个函数呢 它到底要 创建些什么 对象 对不对 如果它没有 创建对象 它就是一个 非常单纯的 这一个 Fuck函数而已 但是 它有要负责 某些 创建对象的 责任 我们就可以 把它看成 它是一个 Fact Mess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当 这个 Surface View 就是 基列咯 这是框架的部分 框架的部分 透过这个 接口 这个 Surface View呢 它有一个接口 就是 这个接口 然后呢 我们 写了一个 类 写了这个 类 来继承 Surface View 但是 我们要 实现了 Implement 这个接口 所以 它会 扣它 透过它的 Surface Created 就是 在这一接口 里头 定义了 这个函数 也定义了 这个函数 也定义了 这个函数 所以这个接口 定义了三个函数 好 那其中 这个函数呢 是 有特殊的任务 就告诉你说 我的 这个画布 帮你准备 好了 那么 你应该去创建一些 啊 画笔 有没有看到这里 创建画笔 好 那可能是 去 一个 OpenGL 的这个 画图 的 引擎 的对象 来做画图的动作 好 等等的 那 所以 这一个 Surface Created 它 就不仅仅是 像这个 是一个单纯的 福克函数而已 好 那这个 是 含有 要去创建 这一个 其他的 这一个 对象 的任务 所以我们 就也把它 看成是 一个 FactMate Slow 就跟这个 OnCreate 一样 它要来 New 这一个 啊 My Surface View 有没有 所以 这一个 Activity 啊 刚刚说 这一个 这是 Surface View 这个体系里头 就有 FactMate 就有 这个 FactMate 那么 又谁来 创建它呢 我们刚刚看到 又有 Activity 还有 AC01 它来 New它 它来 所以这里头 又有一个 FactMate 所以这总共合起来 叫FactMate OK 这里头 只有FactMate 然后 这边也有FactMate 总共 过程 它就扮演 Prada角色 总共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 FactMate 的一个模式 有两个Fact的极致 FactMate 的极致 所构成的 这是这个例子呢 让你了解 OnCreate 也是 用来创建 对象的 职用的 那 OnCreate 这一个 Surface Created 也是用来创建 某些 画图的 对象 所以 都具备 在这个例子当中 具备的 两个 这个 啊 这一个FactMate 的 这个 角色 那在这个 角色的背后 其實 都是 抽象函数 也是 都是 这一个 FactMate 的 这个 影子 就可以看得到 了 所以在这个 接口上面 就使用了FactMate 的 这个概念 好 那在这个 SurfaceCreated 的时候 它会 来创建 这个 对象 因为 每个 AP 所使用的 画图引擎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New 绘图引擎 的对象 这一个 是属于绘变的部分 所以 要写在 之类 写在之类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 My Surface View 这个类的 这个 FactMate 的实现代码里头 OK 所以 以上 这两个例子 让你看到了 Android的 框架里头 FM模式 的 表现的 非常亮丽 表现的 有画容点睛的味道 OK 好 那这边 也顺便 我们做个广告 就是 高老师 在 Android 这一块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线上课程 高达50个小时 就包括 加瓦层 包括 这一个 西加加层 包括GNI层 包括驱动 那么 我把整个 上下层 包括跨境层 包括线层模式 好 那 带领你呢 从一个 程序员 走向一个 架构设计师 之路 也就是 从开发 到设计 好 那这个是 啊 这一个 我推出来的 50小时的 线上课程 欢迎 你到麦可网 来做 这一个 视听 分享 OK 那麦可网的网址 是在这个地方 OK 好 麦可网的网址 好 那我就 这一回合呢 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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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